今天做一道猪粒 首先把这个猪粒清洗干净 锅清洗几遍 猪粒冷水下锅 放一些姜片 冲结 料酒 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后撇一些浮沫 放一些盐 盖上盖子转小火一四十分钟 再切一些香芹 现在多一些大蒜和姜 喜欢吃辣的可以切一些小米姜 时间差不多了打开盖 把猪粒盛出来晾凉 猪粒晾凉后把这个白模刮掉 然后把它切片 放入姜蒜末 小米椒 香菜 白糖 酱油 蚝油 圆橘芝粉 芝麻 搅曬 加点油 也关锅油 搅拌均匀 这就完成了 装盘 助力就要做简单又好吃